驻美代表肖美琴迪美旅新至今形成满档 日前在双向元进行华文媒体查序 肖美琴表示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发展 台湾长期依赖出口 经济与外在环境高度联动 必须强化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 推动台美经贸进一步合作 维系台湾整体国家安全是到任首要目标 美国现在各界都在讨论产业链的重整 在整个供应链全球布局重整的过程当中 台湾作为一个美国可信赖的伙伴 以及一个有效能的一个生产基地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 跟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尤其美国现在非常在意的 在科技还有通讯领域的 这个供应链的安全性 台湾更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台美关系既能来持续友好升级 美方先前已多次公开赞扬台湾的民主成果 白宫与国务院对前总统李登辉的调念声明中 也都谈到台湾民主 肖美琴表示 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台美关系紧密的关键基础 相较之下 香港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后 港人自治遭到限缩 未来发展引发美国各界高度关注 那因为香港的沦陷 更让他们知道台湾的珍贵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下 我们台湾对于自己民主价值的坚持 对于我们自由的价值的坚持 在美国在整个战略环境当中 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肖美琴期许任内持续推进台美关系 包括洽签台美双边贸易协定BTA 也是一大目标 不过他坦言 目前障碍在台湾对特定农产品管制 会持续沟通